歡迎回到金錢戰隊節目現場 這一階段要跟我們張傑隊長 來討論選股邏輯 之前隊長有沒有看這一部戲 魷魚遊戲 創了很多的紀錄 你看了嗎 我看了 對 想必應該很好看 我覺得大概沒有講得那麼好 但是我想說不要爆雷 不要爆雷 小心喔 被魷魚粉出征 還不錯 但是他真的非常賣座 百分之95觀眾來自去海外 所以他的內容雖然是講韓國 但是全世界都買單 為什麼 因為他講是貧富差距的一個情況 全世界都發生 本人小弟還沒看 因為我都在看張傑隊長的書 好不好 這個看對主流產業選標股 大家有機會可以買來做參考 為什麼講魷魚遊戲 因為除了他大家會很愛看之外 跟他相關的概念股 其實也一度都大漲 可不可以從這樣找到一些選股邏輯 是的 這樣你都已經看完了 完全是 因為這一段時間 韓國的這個護國深山 其實就是相關的股票 那包括網飛 Netflix 他本身也突破了600多的一個整理 直接到挑戰640 也是因為魷魚遊戲的關係 也是因為本身他就是在那個平台上播放 所以我們來網 所以韓國的影視界的護國深山 現在就是魷魚遊戲 沒有錯 那我想江三代有才能出下一頁 我們台股舊的護國神山 大家都知道 包括台積電 那既然有人出來說 第三代半導體是新的護國神山 是 所以我想我們從這個護國神山的概念 我們台灣也許也有新的護國神山 我們來拋磚引玉研究一下 第三代半導體 是的 那我今天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 然後研究一下到底這第三代半導體 有什麼樣的一個股票跟集團 是 那剛剛也有提到 其實在中國大陸 其實也花了很多錢 上一頁 對 上一頁在這邊 好 我們先看一下上一頁這邊 中國的十四五要花十兆人民幣 他們也在努力追趕 是的 所以其實整個所有的供應鏈 大家都有進來 我們等一下會給大家往下來看 第一代半導體當然就是矽 矽晶圓 所以從環球晶 中美晶 到所有的台積電都是屬於這個 第二代半導體叫深化夾 那是穩帽 宏帽 宏捷科 全新 第一跟第二代的全部加起來 就叫做碳化系跟氮化夾 所以大家從第一代來看 系它換掉它的這個材料 就變成碳化系叫 silicon carbon 深化夾把它換掉一個氮 就變成氮化夾 原來是這樣子來的 是 所以第三代半導體很複雜 因為一跟二全部加起來 都有人做 那我們等一下往下來看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稍微 我聽中美晶的董事長 是的 徐 徐秀蘭 徐秀蘭他說第三代半導體很重要 但是也很困難做 沒有錯 不容易 那當然有困難的地方 我們往哪裡有困難 我們就往哪兒去 股票的錢就是從這裡出來 好 所以這個第一個我們先來看 既然我們來講碳化系 要先知道它的卡格率是38% 年複合成長率 沒有錯 這是Train force 如果你找了一個什麼 3%的或1%的 什麼電信或者是什麼通路 我想這個就不吸引人 所以下一個 這個部分我們再來看 這個所謂的 Gyan nitrate 紅色跟卡白 等會我會跟大家解釋 這是什麼東西 好 那一樣他用在 例如說消費性的快充 那卡格率是78% 78%的年複合成長率 所以你看手機大家推出快充 因為以前通話兩小時 充電 充電 充電五分鐘 通話兩小時 現在通話兩小時只要充電五分鐘 所以這個快充沒有人有 那個培訓沒有人有耐心 一旦用了快充你就回不去了 沒有錯 謝謝這個大科哥 然後往下 所以這個東西從第一代 第二代到第三代 它可以用在所有的店 我想用有趣的方式給大家了解 木頭它最硬就是木頭 了不起就是像印度可以折斷 可是如果你把木頭換成鋁棒 或者是鐵棒 就很難折斷 拿起來就可以砸下去了 所以我們來看 這是最右邊的是細 你在秤底就是所謂的披薩的餅皮 上面灑上細 就是細上面長細 所以大家要直的看看 這個是披薩的秤底 這個是上面電晶體的材料 那最傳統就在這裡 細上面長細沒有問題 好 那你細上面長細就這麼樣子 傳導速度又不夠快 那我最 大家想到的 就在細上面換成碳化細 所以第一個最簡單 就是碳化細是一根卡板 上面長碳化細 就在這裡 好 那再來開始難了 我可以把這個換成這個 換成這個 然後再上面長淡化夾 所以淡化夾就可以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那個 起司或是番茄 現在隊長講的應該就是這個 披薩理論 對 披薩理論 然後這個難度應該是研究所 沒有 材料系 二年級的 大家看完首播 再看YouTube 多看幾遍 再看 對 保證看三遍一定懂 如果不懂在下面留言 看個20遍一定懂 不會 20遍 對 我的智商大概75 我一遍就懂了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懂 所以這個GuyNiTry 它可以灑在系上面 灑在氮化系上面 所以它可以有四種變化 所以第一代只有一種 進入到第三代有四 五種 所以往下 大家開始要看得懂報告 所以什麼GuyNiTry 當然最重要的是有掌晶 有Wafer 有這個切晶 靠光研磨 縱尾晶 環球晶 有IC設計 也有晶圓代工 再往下 給大家看這個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你在系上面有Mosafi 大家都知道Mosafi 可是其實Mosafi有四種或三種 你把系換成碳化系 它就往右邊移動 它變得比較高頻 比較高功率 所以它叫做 Ccan Carbide的Mosafi 所以IGBT也可以在系上面長 不同 你換掉你把薄萃變成後拍 你把下面的餅皮換掉 你就變成GuyNiTry的IGBT Ccan Carbide的IGBT 所以這個就給大家去變化 所以大家開始要看得懂 那你再看不懂 我一定有辦法讓你們懂 往下 好 再往下 是的 看電動車種可以 我們都滿腦子都在想Pizza Pizza的餅皮換掉 碳換成碳化系 系換成碳化系 你就是一種第二代 然後上面灑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你看傳統的Model X 特斯拉的Model X 他用了會導電 這個電池 他用了84顆C的IGBT 那到了新的Model S 他車子要改曹換代 他用了碳化系的Mosafi 所以讓這個大家了解就是說 你原本的C晶圓 把它換成碳化系晶圓 他就升級了 所以往下 所有用到電的 不管是Converter或Inverter 基本上都是第三代半導體 所以你會發現 Guyen Nitro on Sea 有沒有 這個這裡 然後Silicone Carbon on Silicone Carbon 或Guyen Nitro on Silicone Carbon 就是我剛剛講的丙皮 上面撒不同的東西 下一頁 我趕快加快一下時間 放大家睡著 至少都是用在車用比較多 看起來 對 車應該是說有電的 快充車用的 當然帶一些股票 大家會比較興奮 要做個參考 例如說漲金有廣運 那有太極的盛星 這個環球晶當然也有 山東天越 那在丙皮上面撒材料 就是像佳晶跟全新 是做累晶的EPI的 那當然也有製造跟原件 例如說最近股市很強勢的漢壘 所以大家要去瞭解 你看環球晶他們也有轉投資的環球 紅捷科 中美晶集團 對 中美晶集團 所以你看從漲金的 到晶圓代工的 包括聯電 包括京城 包括世界先進 他們都有要做 所以那再往下一頁 大家就要從這個邏輯 我給大家拋磚引玉 這個是漢民集團 對 大概有三四個集團 紅海集團也做 漢民集團也做 中美晶集團也做 那包括這個廣運集團也做 所以漢民集團 他其實他沒有漲機 他就跟環球晶買 那他自己的家金把他累金 那像這個英飛林是幫他賣 賣披薩的 他自己就做出披薩的 英飛林是IDM大廠 是 他是賣那個 賣披薩的 那他就是做出披薩的 然後再往下一頁 給大家拋磚引玉看幾個 好 他營收是 這個是漢磊的營收表現 七個月創新高 那今天我們錄影的時候 其實股價也同步的 創下這個波段的新高 大盤還沒有回到十日線 對 我們看一下這個漢磊的走勢 漢磊今天的這個盤中 已經創了這個也創了這個 是創歷史新高 所以相比於大盤 不只站在所有均線 而且是特別的強勢 就是新的產業的誘人之處 謝謝這個隊長提到 第三代半導體是下一階段的 護國神山 大家持續做一個關注 同樣來問一下阿哥 現階段您的選股邏輯 對 我們說在長假面前 對不對 所有人都會擔憂 美國如果 萬一怎麼了對不對 對 如果法人這個時候 還敢買進 而且是三種法人 還在這種艱困的時候 同時買進 那我們就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檔就這麼剛好 就這麼剛好 就是漢磊 我們的護國 新的護國神山 就是你看外資買了五千張 頭心也買了兩千多張 佔了二點五Percent的比重 其他的總共有十檔 我幫他統計十檔 也都是買很多 剛剛有提到 蓬城也在這裡 對 很多公司 大家都可以慢慢研究 那我們拿三檔股票的一個技術面 給大家當作參考 我們先看漢磊 你看最近的大環是一直震盪 它的季線都是它的關鍵支撐 每次打到季線都是關鍵的支撐 然後高點怎麼樣 也越來越高 如果廉價後美股沒什麼變化 它往上衝出去的話 多方的氣勢就會轉強 你可以看到外資是本來都在賣 最近剛開始買進 可是如果外資之後覺得很好 開始要補貨的話 那行情就會不小 重點是什麼 融資都被清乾淨了 我們之前講前面有講 最近有一個融資斷頭槽 所以如果融資有明顯減碼的 就可以留意一下 本籌碼會變得比較輕 對 就更乾淨一點 這樣外資也會買回來 我們看第二檔 第二檔有範例 緊縮 因為緊縮一樣 它也是在季線都會獲得支撐 外資一樣最近開始買回來 融資也是在相對低檔 如果你看技術面今天還是照樣一根紅K 回到XQ看一下今天的K線 今天是相對強勢 再度收一個紅K 為什麼 因為還沒有到前高 你要過前高都要等長假後 所以還是慢慢的往上做突破 如果長假後 它可以突破這個前高 一樣也是一個多方表態的一個走勢 最後一檔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順德 二三為一的順德 看一下字卡的部分 導線價 你看最近它雖然看起來 有跌破這個季線 但是你可以看到整體什麼 大概兩三個月 都是橫向整理 也沒有跌 最近只要可以不跌的 大概都算是好股票 算是有撐的 一樣 外資一樣都沒什麼買 最近才開始 開始有一點點 開始稍稍買回 融資也沒什麼買 那是什麼 銅碼非常的乾淨 外資沒有什麼買 也賣光了 融資沒什麼買 在這麼大利空的情況下 股價值得成 代表有心人士有在撐住這個 低檔的關鍵支撐 這個基點跟這個低點 跟這個低點 都是相對低點 你可以看到 它最大的成交量落在這個地方 換手成功了以後 再也不回來 再也不給你買 完全過去一段時間 都沒有成交量 都在做籌碼 沉澱 最近怎麼樣 開始出量 慢慢的往上做攀升 一樣 它離高一點也不遠 所以有時候強勢股 現在很接近高點的 廉價或如果它突破新高 你就可以留意一下 而且通常廉價前 這個最後一個交易 如果敢漲的股票 通常過去的經驗 廉價之後 續漲的機率比較高 比較高一些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非常謝謝阿四平 從籌碼的角度 讓大家做一個選股的補充 那我們看一下 下一張CG 這個呢 剛前面說天下大亂 對不對 形勢大好 大亂的過程當中 告訴你 有人開始出手大買股票 怎麼解讀呢 大家請教我們的華倫老師